对线能杀乌蒂尔的英雄还是很少的 基本上都是对着混的 不过狼人打乌蒂尔的话 胜率还是比50%高的 一级走上去 对着号 他开乌龟流 我就咬他一口 A拉扯一下 偏个盾 乌蒂尔一级的话 一般都是很弱的 等他盾消失的时候再Q上去 不能怕吊篮 打他就得一级 狠狠的压制 把他当成鳄鱼狗熊那种 等他拉开再Q上去 然后多一两下 把他的觉醒形态给逼出来 还得稍微再咬一口 才能到一个狼人的斩杀线 好了 就是这个血量 已经是到我的斩杀线了 等他放松警惕上来 A我一个不灭的时候 然后Q上去跟着A一个 虚弱减速两下平A 置他于死地 在屏杖的话 就打他没有一点用了 还是虚弱减速好用 跟他多换血 用凤流把这个兵线推过来 然后线一拉长 直接开大招 直接就那个追到死 这个屋底总以为容索很高 挡在这个防御塔前面 他的装备还是出的宝珠 然后加一个不甲鞋 真的是狠狠克制我们了 狼人的Q技能太耗蓝了 所以得细节一点 等他切换形态的时候 就没有乌龟的护盾了 这咬着他血淘上去 他切缝了 然后上去QA一下 我们的这个Q是百分比 所以也不会没有伤害 你一次有点上头了 不会真以为有伤害把我打死吧 把他位置卡住 然后给个虚弱 直接连环A给他带走 推先速度确实推不过 坦了 然后刚才打完之后没有回家 我们的状态也是比较差的 但是如果你带着凤流 来塔下烫我的话 我就会用大招 让你去扛防御塔 没什么好机会 那就Q小兵上去 先破一个骸骨 炮车漏了就漏了 我是要动杀心的 机会来了 大助让他多吃两下防御塔 不要开翼 然后清廷神仙回篮 Q够篮了就拉到前面去 所以说乌蒂尔的上升能力 真的很强 根本就杀不死 我现在还完全没篮了 神器破败也是出来了 现在的话 有机会可以直接给他斩杀 利用三速鞋 防止被拉开 然后大招免疫一下 他这个眩晕 再跟着A的话 差不多死了 他这个盾应该卡不住 这也杀不死 这么肉 其实该多耗一下的 直接追的话 有点难杀 这个血迹 你没有走 那我可来了 主动开业 一个QA 直接拿下一个人头 肉是肉了一点 但还好我 进高一筹 野区打起来了 因为狼人W的机制 我们可以比乌蒂尔更快的支援到战场 他就只能搁那儿平地跑 这个大招看一下情况 那就搁了他吧 哎哟 这个位置来了 就不想走了哦 看到没有 三速鞋的威力顶着乌蒂尔的减速 我的移速还是亮的 然后给个虚弱再减速 一个Q 直接让他爆金币 跑都跑不动一点 这就是打乌蒂尔的一个基本思路 那这一把对面也是点了 我们来看下一把 这两个乌蒂尔都是电一的大师 这一把说发的 就是要把握的 也要让他拥在 有什么时候 我去给他 用这些 这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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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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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